大家好大家好 這一台F03F3直升機今天開箱文 還有那個介紹大家飛機的搖晃器 怎麼設定、怎麼切換日本手的方式 今天跟大家說一下 好,我們現在準備開箱囉 來,客服看一下 它很漂亮的彩盒 很漂亮的彩盒 開箱之後 裡面會有一個中英文的說明書 中英文的說明書 等一下跟大家講解 然後還有一個USB的充電線 USB的充電線 螺旋槳 還有一些小零件的背甲 螺旋槳、尾槳 跟竹齒輪 然後 裡面 飛機就是一台 搖晃器一組 然後電池帶已經裝好了 電池帶已經裝好了 OK,那我們現在把飛機拿出來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基本上的操作方式 然後這個零件 這個零件就 先放著 因為基本上零件也不需要怎麼介紹 這台 很多人喜歡 很多人訂購 然後我們後面這邊 整個都是F3的牆 來 拿客服看一下 這台直升機不小 它的 整個的長徑 直徑啊 30公分 這台已經算是裡面最大 最大有定高的飛機 裡面算是蠻大牌的 好,那我們現在 來 搖晃器的說明書的話 我們大致 他這邊 飛行器的水平 調整 這個你出產的時候 他們都已經調整了 你可調整 可不調整 然後操作方式就是這樣 對平之後 然後飛行器的旋艇設定 這個出產他們已經設定好了 如果你認為說 我需要在旋艇可以設定 可以自行來設定 然後 這是 對平之後 一定要解鎖 一定要解鎖 你才能直升機還能打開 然後 遙控器的使用說明 這都有中文的 然後他可以切換 左手油門 右手油門 跟左手油門 等一下我跟大家 稍微講解一下 那基本上這些大家來看一下 因為我們這個 拍影片需要 以最短的時間之內把它拍攝完成 我們把重點跟大家說一下 好 OK 然後這個 跟大家說一下 原廠 出廠 他就是 你沒手 啊 如果你要 切換為日本手 我跟大家教一下 來 這個按鈕 按下去 這個按鈕 按下去 然後開機 好 你這樣就變成日本手了 好 然後我們要對平的時候 往上下 這樣就對平完成 好 這就是日本手的 切換方式 OK 好 然後 美國手就很簡單 美國手也不用什麼 更換 美國手開機 就直接對平 這樣就是美國手 這樣夠簡單嗎 日本手就切換就這麼簡單 我直接 通電 我直接通電 跟 大家處理下來 我們先開啟用器喔 來 注意看 按著 因為我非日本手的 按著 然後打開 好 然後嗶嗶兩聲 然後我們就開始通電 好 通電直升機他就會閃爍 直升機就會閃爍了 然後我開始對平喔 往上推 往下推 然後再往上 好 很亮 就對平完成了 好 對平完成了 然後我們這樣 我們現在 開八字 開八字 八字就是 他就開始運轉了 好 關機一樣八字 OK 這樣就是日本手的對平 很簡單 因為這次 很多人需要日本手 還需要重複一次吧 我已經重複兩次 應該大家看得懂吧 很簡單 按下去之後 開開 按下去這個按鈕之後 就打開開機 他就變成 日本手 好 非常方便的一個方法 好 來 那我跟大家講解一下 遙控器的那個 的 說明 那我跟大家說一下喔 好 因為我現在是日本手的模式之下 他的一鍵起飛 一鍵起飛 一鍵降落 好 來 拿一下說明書 因為你切換日本手之後 你的一鍵起飛 一鍵降落的按鈕 他方式 他方式會對調喔 他的位置會對調 如果你是在美國手的形態之下 他的一鍵起飛 跟一鍵降落 是在這邊 好 如果你是日本手的模式之下 你的一鍵起飛 一鍵降落在這邊 這跟大家說一下 他你只要切換過來 他就對調過去了 好 然後微調的方式 他會跟著改變 微調跟著改變 你美國手的微調 就在美國手哪一邊 日本手的微調 就在日本手哪一邊 好 這個遙控器還算蠻聰明的 好 OK 然後過來就是 你開機對品成功之後 來跟大家說一下 這個按鈕 來注意看 這個按鈕是大小洞 是大小多 好 他說明書沒有寫到 他這裡按下去以後 他會變成 H 還有一個按 好 這大小多 這樣子 有拍到嗎 沒關係 我跟大家說一下 沒拍到就沒關係 OK 那我們現在 來我們現在要四杯給大家看 客服要小心喔 這直升機有殺傷力喔 就 就好 稍微閃一下 好 然後我們現在八字解鎖 八字解鎖之後 你可以直接按一鍵起飛 他就起飛了 一鍵起飛 然後 起飛之後 我們自己做微調 把微調到皮 看到嗎 他有定高的功能 往上推他就會減速 往下拉他會加速 他要回來了 看到嗎 好 往上推 他會減速 非常穩定的一台直升機 對 再微調一下 你認為他會亂跳 另外微調一下 很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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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按下去之後 他就會降落了 連小朋友都可以飛 直升機對小朋友來說 他有危險性 因為他是 旋翼在那邊血轉 打到他會流血喔 跟我們那個固定力是不一樣喔 這個就帶危險性喔 好一樣 一樣 我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我現在是 日本手 我現在是日本手 一鍵起飛 一鍵降落是在這一邊的 就會對調到另外一邊去 好 阿美國手的一鍵起飛 一鍵降落是在這一邊 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 一樣 你在起飛之前 你一定要解鎖 一定要解鎖 解鎖 左右 解鎖 他就自己旋轉了 他在旋轉的時候 你就可以推幽門起飛了 好 現在我自己手動起飛 然後就定高 他要定住了 他有定高的功能 你不用一直在那邊修高度 他自己在那邊定高 然後落到地上 油門收到底 他自己就會停止 很簡單 只是沒有飛過直升機的 我們盡量要在空曠的地方飛 不然這個打到了 會流血 好 因為我這有飛行經驗的 對 然後 一樣這樣的話 嗯 飛上去之後 你認為他會偏 你自己就可以做微調 好 因為我是日本手的 微調 微調就在這邊 這個是 我的 我的 旋轉的微調 然後前進後退的微調 我是日本手的喔 美國手就看說明書 說明書都會有行 我再試背一次 一鍵起飛 一樣 我們解鎖 外巴解鎖 外巴解鎖 然後我們一鍵起飛 按下去 好 一鍵起飛 它有定高的功能 它可能定在這邊了 好 那我們一鍵降落 OK 那這樣 應該大致給大家說一下 它基本功能 每日手的切換 還有那個一鍵起飛 而且這台飛機有定高 非常穩定 非常穩定 基本上會定在那邊 OK 那這樣 介紹完畢 拜拜